单元上完,我们上92,就是画面上看到的,那刚刚是给金仪甲上课,后面几位同学非常吵,让我搞得我非常生气 那个,反正就把你们当掉了,我们还是要继续上课 那我们先复习一下90跟91,那91的话,我们新的单元 这边是91结束,91的话是在讲用pr,一般来讲叫pr,pr即像中文叫百分比 Excel的命令的话就percent rank,那我们在91单元的话,还有就是利用这几个命令 学这几个命令,large就是代表你排序,排序是第一第二第三 然后还有,那我们顺便来学一下,改一下格式 比如说它那个背景,我们把它改成黑色,字形的话把它改成白色,这样比较清楚 好,那我们这边有使用了这个有large,然后有那个,我就把它注解,large large,然后用损益表的营业收入,就是我们要找出营业收入12345,前五位 然后另外呢,那前五位呢,它排在什么位置,我们用match,match match呢,比如说红海是五兆,那个五兆3800万,那我们就是说在营业收入,我们要找到五兆的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呢就会跑出来 跑出来是在它的第几列 在第几列的话呢 那我们就去那个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那一个那一个栏 去找它 就是说函数就Excel的函数约500个 那如果都要靠自己去学习 我就是告诉你们有这些有这些 那你大概用几个 像这几个都算是常用的 那个我告诉你们的Match Index 当然我们还有用就是IF条件 那所以呢有Large的话就有Small 那我们就顺便讲一下那个Small 那我们现在就一样 把就是说上市公司911家 去年有没有 那个营业额收入最小的那几家 我们全部都找出来 找出来然后Match那个数字 然后就Index Index就是 然后这边讲一下那个Index有Array Index Index的范围 就是我们这边讲一下那个Index Index有第一个Index Array Index Array的意思就是说我在 Array就正列 正列的意思就是一个这样的长方形 就是那个我们的Array 当然也是可以横的啦 我们要找他是在第几个位置 就是那个在一栏的范围 范围然后呢他是第几个 第几个 然后这第几个是从1开始 1234567这样子找下去 然后这边就是第几个 好第几个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他就是精确 就是他那个精确搜寻 没有Index没有 因为我就分开前面那边是打错 Index没有精确搜寻 是Match才有精确搜寻 所以那个画面上你同学看到的什么 搜寻模式0精确搜寻 那是错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Index Index的话呢 还有他是来接那个Reference Reference 在这边就你看Reference范围 然后那第几页第几栏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画面上看到的搜寻模式也是错 不是搜寻模式 然后是搜寻的那个位置 好 那个我们现在正在讲092 然后我接下来会讲093 093的话我会重新就把上面 你看到如果有错的地方我都会定正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一下Index 现在就是假设我们又是要去找 找就是等于那个Index 我们的范围呢 在滑鼠上面找 点一下从A3 一直到那个用点一个小范围就好了 就A3一直到你上面看到的E8 E8可以吗 E8就是E8 然后呢我们来找这个第二列 第二列第二栏是什么数字 你自己就看一下就是上面那个从A3开始往下 第二列 第三栏好了 第三栏 当然第二栏的话就是大黎光 那个就是Index 然后我们选3 那当然你可以看函数 上面都写的就是很清楚 就是命那个函数 函数就是命令列表 命令列 然后打一个 就是然后我们再打一次 我刚刚没有打成功 就是等于Index 那我们现在要找这个范围 就是找那个A3到E8 A3到E8 然后呢我们给它写逗点 然后当然这个A3 E8要给它固定 你加上这个潜伏 你看怎样 潜伏 这样子 潜伏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copy的时候 它这个位置是固定 绝对位置 就画面上看到的A3 那我们现在找的就23 就你看一下第三个数字 就是55 有没有看到559489 因为它排在3 123 然后从上往下的话就12 然后123 所以就是55 就这样子 好 那A3到那个 好 好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把它改掉 改掉的话就是 我们来夹那个好了 来夹数字 然后就是12345 这样排下来 然后呢 由上往下来就123 我们把上面的数字 全部有没有 透过Index 那个去找它 那这边的方法 我们来试试看 当然另外还有我们先干嘛 定义名称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选了 这个地方 就是你滑鼠已经选了 选了之后呢 好我定义名称 直接就在名称方块上写写写写 写那个 比如说我这边定义 就留任昌范围 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找留任昌范围的 好第1列 第2列 第3列 好然后呢 这边滑鼠写上第1列 第2列 第3栏好 然后呢 我们就写一个再打一个等于 Inindex 然后呢 括号 按F3 F3就是那个名称管理员 把它叫出来 刚刚的定义就出来了 就是留任昌范围 然后呢 逗点 然后是打那个A93 A93 然后呢 再逗点 逗点 就是第几那个 蓝 第几蓝 没错 就公司代号 然后就把它扣过来 就是公司代号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往下的话呢 就是3008 6669 大立光 就对应就过来 就是那个 123 123 第几列 就这样子 对应过来 所以现在大家就顺便 学了这个 命令 不是函数 函数 index index 好了 我们要把这个函数 扣到旁边来 就是我们 一样先加那个enter enter旁边 有没有 enter旁边有那个引号 双引号 单引号 我们就是用单引号 强迫它 强迫它就是说 转成文字 你不要做计算 然后你把它扣 扣在旁边 扣在旁边之后呢 原来的 你再给它恢复 是那个函数做计算 像我们这边看 什么1716288 好了 那我们这边就是 等于是复习一下 我们稍微讲一下 那个 那个 index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个 精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是 瘟诺 这边晨 告诉你 它什么 是 它негоx 那个 A dee 接下来呢 我先要讲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我们是要讲那个 我们讲前面是power规律嘛 我们要讲power BI power BI是微软的产品 就是你这个画面上看到的 它上面写说 以商业智慧建立所有人的资料驱动文化 那power BI是什么意思 那个BI B就是商业 BI就是商业智能 当然它这边翻译成商业智慧 那主要在做什么 就是MSPTDA 我们整个学期都是在学这个叫MSPTDA 叫做微软资料分析工具 power工具 power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强大的意思 那做的典型就是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把你的资料 然后用视觉画去呈现 像今天我上那个一年级假班 后面同学就是我有教他 那个格式化条件 就是把你的数字 把你的资料 这样子表示出来 那像我上课的话 常常就是看这一个英文的网页 那他这边就有写 他上面有没有看到几个 Auckland、Portland、San Francisco、Seattle 和Tacomo 那就是说有这些资料 然后你要用视觉画的图形 就是把它这样子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 那终究就是要学这些东西 那只是说我用的资料 全部都是财经资料来做示范 让大家顺便就学习到财经知识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就顺便教同学 就是常用的Excel函数 因为Excel函数总共大概500个 那我就依据我的经验 我用过的 我只要有用过的Excel函数 因为我天天跟财经资料做接触 那我都要经过整理 从里面挖掘出知识 所以我天天都是使用那个 像我今天讲 这上一次上课有的index、large、match 然后大家后来也有讲这个count、sum等等的 percentage、percentage、percentage、percentage 还有比较技术性的 像CHAR 跟unique character的 这个就比较技术性的 好 那这个算是预习一下 接下来要上课的东西 重点就是你们画面上看到的 要学会使用那个power tool 我说过为什么 因为办公室每一台电脑都有用Excel 你老子不是在开公司 如果你开公司 你动张嘴就可以 你的话还是以后要到公司去 公司的电脑在那边有Excel给你用 一般人Excel的功能只会不到1% 如果说你只会不到1% 别人会10% 然后你做人又不是很好 抱歉 你就是要被办公室淘汰出去 又把我了解开公司的电脑更明明 就能我的心理区的图極力 重渐一下 各个原因 你介绍一下 我们去看我们的电脑并开公司 感谢观看